有個電影專業的環家是佛麗 就是對著畫面做寫實音效 就叫佛麗 他可以依照畫面的節奏 讓他小聲讓他大聲 現場演員每個腳步都是有情趣的 在這邊待了40年 每天就想一些聲音該怎麼去創作 這種都不適合 這一塊他都已經把壓縮了 老闆這個鐵環能賣 師傅他就是這樣不斷地適 然後直到適出來為之 做一個拉門的聲音 每個東西都做出來的聲音都會不一樣 我都有準備了 這一張還是我兒子的 胡師傅在好萊塢也是 一等一的佛麗藝術師 他就是一個藝術師 他不管那個東西是哪裡來 他就是要這麼省意 只是台灣沒有產業 所以他們做了一輩子 很多人也不曉得 這件事太專業了 幹這件事五六年以後 你幹不了別的 沒有學校可以培養 都是人帶人 師父帶徒弟 一個世代的轉變就這樣過了 就是我講成就不敢 那種感覺是我喜歡的 電影給了我很多東西 陪著他成長一下 OK 恩基 就是我收工的時候了 我可以用一個人的 兩千塊錢 甚麼人 你這幾乎 你這幾乎 你這幾乎